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神解说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英雄就是野区暴力一哥 狼枪的攻略跟玩法 首先给大家介绍狼枪的天赋跟符文方面 天赋方面的话我们是选择一个12-18-0的天赋 符文方面我们红色带攻击力 黄色带护甲蓝色带魔看 大金黄我们选择攻击速度 出装方面我们狼枪还是以一个暴力出装为主 咱们打野装附魔战士 第二件装备一般可以出幽梦 之后的装备就比较自由的选择了 咱们可以出绿叉 隐魔刀 木刃 对方护甲高的话可以出破甲弓 水银的话可以用来解控制 到了后期如果对方爆发比较高 咱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防御装 可以选择复活甲或者血手 防御装咱们一般最多出一件 那么具体的攻略跟玩法超神解说 也会在比赛中给大家进行更详细的介绍 现在喜欢超神解说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 并且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拼音的超神 那么有最新的视频我也会第一时间在公众号里告诉大家 好的 现在正式进入咱们非常厉害的南枪打野的攻略跟玩法 这局前期稍微跳过了一点 前期的话就是把红buff这一片都刷完了 南枪他打野基本上是一个无伤打野 咱们的话可以把这野区都刷一遍 他刷野速度很快的 可以看到咱们在打野的时候通过这个走位 基本上让野怪碰不到咱们 上路这边我们猴子是被击杀了 这那儿生一点点血 咱们在杠壳的时候最好可以落后杠壳 如果能够先接近敌方的情况下 咱们先留下一技能 这边走出来他绕着小兵 那咱们的话绕过小兵走近他 走过来平A 再平A一个Q 一加闪现平A带走对方那儿 这一大波兵要进塔了 咱们稍微帮猴子卡一下 顺便吃点兵 咱们狼枪在杠壳的时候要稍微注意几点 一个是咱们Q技能 最好等敌方靠墙的时候咱们再放 这样子直接能打出Q技能的伤害 然后咱们在绕后杠壳敌方的时候 可以先留下异技能 先贴着敌方打 当敌方要逃跑的时候 那咱们再用异技能追击 在近距离打得过敌方的时候 最好贴着敌方打 这样子咱们散弹枪的伤害 就能全部打到敌方身上 然后男枪他的子弹是不能穿过小兵的 所以由小兵阻挡的话是打不到人的 这几个点要稍微注意一下 男枪他的伤害是非常高的 即使在野区咱们遇到盲生这样的英雄 咱们都是不虚的 伤害跟爆发都非常的高 不论是打团战还是当挑 都非常的强力 男枪他在对拼的时候 如果说打得过敌方的话 咱们就贴着敌方打 不是很好打的话 咱们就拉着敌方打 稍微跟敌方拉一点距离 这样拉着敌方打 咱们这边再刷一下野 前期刷野的能力非常强 像打野怪咱们普攻都可以给野怪一个击退 可以看到这样子刷野 基本上是一个无伤打野 这狼buff咱们拉着他打 基本上他是打不到咱们什么伤害的 前期狼枪的这个刷野能力非常的强 中路这边咱们发条被击杀了 这局的话其实并不是特别顺的 也是咱们的话要把节奏带起来 男枪这个英雄打野算是比较偏刷野的一个英雄 除非很好的机会咱们可以落后干渴 如果不是特别好的机会 咱们就刷野 男枪的话刷野他成长也是非常快的 他的野区对拼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所以说当咱们打得过对方打野的时候 可以去刷对方野区的野怪 让对方无野可刷 这边咱们中单也是不在 咱们稍微帮他吃一下冰 吃一点经验 再去野区刷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钱非常多 1600多块钱 咱们前期的话通过这种不断的刷野 等级起来非常的快 可以看到短短是6分钟的时间 咱们已经是有六几半了 等级成长非常快 对方打野肯定没有成长这么快 跟我们对拼肯定是对拼不过的 这把对方打野是一个眼阙 不管是一条一还是二条二 咱们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算是一个偏刷野的打野吧 刷野能力比较强 六几的话 有大招的男枪爆发是相当高的 这一波咱们来下路这边 本来准备去刷石头人 但是的话看到下路已经是打了起来 那咱们赶快赶过来支援 可以看到下路这两个人才四级 咱们已经是六级了 这边走过来 这种正面往前走 咱们用异己能做一个位移 平A 再平A 一个烟雾弹 当他靠近墙的时候咱们再丢Q 这边再一个大招 直接带走维恩 这边咱们再稍微平A一下 对方人比较多 咱们稍微往后撤了 对方这眼阙贴墙过来 可以看到咱们一发Q接平A 直接是把眼阙打的正一点点血掉 卢西安想上去杀人 但是被反秒掉了 咱们打这个纳尔 稍微拉着他打 这边纳尔要变大了 纳尔变大 把我们控住 这波E技能往后撤 W技能丢个烟雾 再平A两下 这边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杀人 但是被对方一套伤害 直接带走 这波打得好可惜 全部被打成残血 竟然没有击杀掉 Q技能这来回两段 伤害要是打中的话 爆发是非常高的 不过尽量要贴墙打 因为贴墙的话 Q技能就马上伤害返回来 如果没有贴墙的话 要过两秒第二段的伤害 才会返回来 如果没有贴墙放Q的话 就比较难打出第二段的伤害 除非队友先帮你控制住 这样第二段会比较容易被对方吃到 或者的话 对方会沿着你的这个道路走的话 这种才有机会 Q技能的话是 第二段回来的伤害会比第一段高很多 除非第一段伤害就够的情况下 尽量能打出第二段的伤害 像现在的话 野怪如果说打不怎么动我们 我们就贴着野怪打 贴着野怪打这散弹枪 全部都能打到野怪身上 这样伤害会更高 这边来边玩边介绍狼枪的技能跟小技巧 首先是他的被动 他的被动的话说的有一点多 其实理解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一个是他打出来的子弹 是一个上射型的 子弹的话咱们打出越多 那伤害就越高 平时的话是四发 爆击的话是八发 意思也就是说 咱们贴着敌方打 这个伤害会更高 然后每打出两发子弹 要稍微换一下子弹 在换子弹的间隙 咱们一定要走位 走位前进或者走位后退 然后用异技能的时候 咱们是可以马上装一发子弹的 然后普攻的话 是可以击退野怪和小兵的 这边看到纳尔 咱们平A E 平A W 可以看到咱们打得过他 就是贴着他打 这边他靠墙 咱们再放Q 打得过他就贴着他正面打 这边再E 再平A 再一发大招 直接带走纳尔 可以看到在打架的时候 咱们打得过敌方 就贴着敌方打 还有打这种远程 咱们最好能够近距离打他 近距离的话 就能把我们普通攻击 这个伤害打满 当纳尔贴强的时候 咱们用Q技能打伤害 E技能通过不断的普攻 刷新是很快的 大招一般的话 咱们可以流来收长血 像刚才纳尔 如果说散线逃走的话 走得比较远 咱们大招可以流来收他 在团战中的话 咱们大招就是 拿来打爆发 拿来收长血也是可以 比如说对方站一起 团战又打起来 咱们一个QR 这种伤害非常高的 爆发很高 W技能的话 是可以减速 并且取消对方的视野 W技能 它减速的效果 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对于视野来讲 是达到非常厉害的 尤其在团战中 这很好的分割 敌方的战场 敌方没有视野 就根本没有输出 这团战中 往敌方的人群中一丢 是真的非常厉害的 一个技能 看一下这一波 咱们丢个W E上去 平A 再平A 一个Q接散现 再平A 直接带走对方的眼雀 可以看到这E技能 刷新很快 通过普攻的话 E技能马上就好 这大虫子 进塔太深了 进不去 咱们的猴子 落后出来 好的 落到了 那这边带走 对方大虫子 可以看到咱们拿枪 爆发非常的高 基本上就是横着走 见到谁就打谁 有一些近战英雄 可能爆发比较的高 那咱们要拉着他走 比如说咱们打一些 上当很干的英雄 像鳄鱼 瑞文这种 如果近身打不过比方 咱们就要稍微拉着敌方走 比如说平A 平A 对方近身我们 我们E技能往后退 拉着敌方走 打得过敌方的话 或者打远程的时候 咱们就贴着敌方打 这一点咱们远程的优势 要稍微利用一下 下路这边打得很凶 咱们来这里杠客一下 看一下这一波伤害 一挑二 咱们这边又去平A 再平A 平A两下 反生一个QR 直接对方两个人全是残血了 平A两下 加一个QR 敌方两个人直接被打成残血 还用大招的时候 咱们自己也会被击退一下 大招后座力 在团战中 敌方要是站一起 咱们直接一个QR 就能轰出成盾的伤害 这莫名其妙 对方就没法打了 W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好取消 对方视野的一个技能 是一个很厉害的技能 所以咱们的话 在团战中 或者说在线上对拼的时候 给敌方一丢 这样子没视野了 E技能的话 是给我们做一个小位移 可以穿过比较薄的墙 然后用了E技能 会给我们增加护甲跟魔抗 获得一个真狼人的效果 增加护甲跟魔抗 并且通过普攻 咱们可以快速的减少 E技能的CD E技能变得非常快 发条要狼 咱们把狼狼给发条 像这种这野怪 已经打不动我们的情况下 咱们最好就是贴着野怪打 这样子的话 伤害能打到全 这边看一下 能不能留住盐阙 咱们E技能滑下来 发条这个大招开的 这边追不太上了 离的距离太远了 打纳尔 纳尔血已经非常少了 咱们E过去 被大虫子击飞了 Q技能没打出来 直接是砍了两下塔 被带走了 这一波对方中路的大虫子 这支援的非常及时 南枪杠壳的时候 一般是落后杠壳 这样成功率会比较高 或者线上的人控制比较足 咱们配合打伤害 然后没有太好的机会杠壳 咱们就刷野 拼命的刷 刷完自己家野区 再去敌方野区刷 去敌方野区刷野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敌方线上的人 有没有资源过来 加点的话 是主Q-E的一个加点 鞋子这边的话 一般咱们做攻速鞋 这边咱们出王战士 下一件装备出幽梦 一般第二件装备可以出幽梦 对方正在打小龙 咱们的话抢抢看 丢个大招 好抢到小龙 对方好气呀 这样小龙被我们抢掉 大招他的攻击距离很远 爆发也是非常高 通常的话残血是很难逃脱我们大招的 可以看到咱们在玩的过程中 是比较偏刷野的 有野怪的话就尽量去刷 刷野的话也可以让我们经济成长非常快的 然后有比较好的机会 咱们就去干渴 不去浪费时间 可以考虑反蹲 像我们下路这个时候 压线压的比较深 你感觉对方这个打野会来 那咱们可以稍微反蹲一下 继续刷一下野 打野非常快 来这边稍微蹲一下 圣悟空这边有大招的 不过纳尔的话同时他也比较灵活 咱们稍微在这蹲一下看一下 这边的话圣悟空被压得很惨 先手打一套 但是猴子没有开大招 咱们这个位置出来的话是干渴不到的 没有什么机会 那这边在这个潮里准备回家 但是对方的纳尔还出来 那咱们稍微蹲一下 中路这里发条又被干渴了 可以看到局势并不是特别顺了 一个6比10 还是5个人头都跟我们有关 所以队友可以来讲的话是比较的劣势的 纳尔这边变大了 他要走了 好 回来了 回来就好 他去做了一下视野应该 人还回来了 好的 那这一波很有机会 咱们出来 W丢一下前视野 再揍着他平A 圣悟空这边大招大倒 好的 那可以带走这个纳尔了 咱们这波不急得交大招 如果纳尔走得比较远了 咱们再大招收尾 推一下塔 先把这个塔拔掉 出完优梦的话装备选择就比较灵活了 出完优梦的话 咱们选择绿叉也可以 选择隐魔刀也可以 选择木刃也可以 然后到中后期对方护甲比较高 咱们就出破甲弓 解控制的话就出水银 对方控制比较多就出水银弯刀 对方魔法伤害比较多的话 就出隐魔刀 对方下路这两个人实在是太牛气了 完全看不下去 这边丢个烟雾弹 一技能滑上去平A 再平A被维员推强了 直接Q接大招 第二段的Q技能把维员弹死 这边的话赶快往后撤一点 一技能躲 纳美给我们奶了一口 好 这波可以追了 咱们有闪现的 这边闪现躲技能 平A 平A 带走对方 好 那再来帮咱们下路这边推塔 现在人头比是9比11 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逆风的 咱们一个人占了7个人头 加一个助攻 整场的话也是要咱们把这个节奏带起来了 推塔 到后期的话如果感觉自己太脆 那咱们的话可以出复活甲或者学手保命 因为狼枪他普通攻击这种距离还是比较近的 打团的时候咱们就是在后排 在后排的话用普攻和技能去打伤害 对方谁在前排就打谁 咱们的话负责输出在队友的保护下进行输出 反正类似ADC的这种输出手段 不要太激进 在团战里面咱们还是很脆的 咱们一技能可以提供一定的护甲跟魔抗 但是总体来讲还是肯定比较脆的 不能去扛伤害 让队友扛伤害 咱们在后面输出 团战最好敌方站一起 咱们搞一个QR就能打出很高的伤害 这边大虫子压线压的比较深 看一下能不能配合一下发条 大虫子的话已经是被他Q中了 咱们猴子来了 开启优猛追一下看一下 一个烟雾弹 这边有个千诀 好的猴子在这边隐身过来 咱们一个QR配合一下 直接带走对方千诀 这大虫子进塔了就算了吧 冰线再过来 可以配合队友拿下塔 这一个大虫子也守不住塔 直接打出大虫子的伞线 把这塔拔掉 刷一个office 哦 这纳尔还敢过来 有点门啊 追 这么多人在追他 好 纳美这个大招大中了 那这纳尔没了 近身 平安一个Q 直接带走纳尔 回家出装备 下一件装备咱们是出绿叉 这游戏到了中期的话 就是暴团为主了 跟队友尽量暴团 先摔摔野 来一个红buff先 看一下小龙这边 小龙也是干刷了 呦 这边可能是有眼的 看到一个大虫子 直接冲上去干 呦 这边还有一个人 这边咱们有点顶不住了 最后一个QR 伤害的话是打完了 看一下队友过来 能不能收一些人头 对方这两个血都不多 带走一个天骑者 那还好一换一 这波伤害基本上是打满了 这打团战的时候不能顶到前面 还是比较脆 咱们负责在后面打伤害就好 喜欢超神解说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订阅关注下超神解说的视频空间 那么超神解说有发最新的视频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了 也可以关注一下超神解说的微信公众号 就是拼的超神 是要超四人神 拼拼写的超神 那么超神解说有发最新的视频 也会第一时间在微信公众号里告诉大家 可以多来超神解说的视频空间里看看 里面每一个英雄的攻略跟玩法 超神解说讲解都是非常详细的 保证你想要了解的英雄 只要看一遍超神解说的视频 就会马上了解这个英雄的攻略跟玩法 都是超神解说用心制作的 中路这边这防御塔守一下 一个Q 现在一个Q远程兵就可以收掉了 男枪他两段这个Q啊 打出来伤害是非常高的 大招的伤害也很高 每一发平A造成的伤害也很高 这边E过来平AQ 直接带走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咱们可以利用普攻跟技能去衔接 比如说平AQ平A平AE平A这样子 咱们先拿掉这条小龙再说 拿掉小龙再追 这大虫子走的比较慢 先打这个大虫子 被沉没了 只能平A 平A硬干死大虫子 赶快一个大招轰一下 往后撤 也是直接把大招丢出去 打出一些爆发 咱们现在这个血量还是可以的 继续的话参加战斗 看到这个纳尔 纳尔这边进草了 进草的话咱们就不进去了 这边炎雀还敢追过来 那打炎雀 这边Q平A 再平A 这边血少 咱们一技能滑走 在野区这狭窄的地形 咱们Q技能伤害就比较容易打出来 Q技能的话撞到墙壁 就可以立马打出第二段的伤害 好这炎雀还不舍得回家 咱们一技能滑墙开启幽梦 找到你了 平AQ 平A带走炎雀 这小伙子很年轻啊 残血还不舍得回家 还要刷一下野 看一下这个维恩往那边跑 维恩也是直接被带走了 不过维恩换了两个人 身上这边钱很多 准备回家 哦对方这个大虫子 过来找一下麻烦 你这大虫子还想叫人吗 有种叫啊 叫了天骑者来 好看咱们打天骑者 这边平AE平AQR 瞬间秒掉这个天骑者 这叫人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像咱们这种伤害啊 脆皮根本没法扛的 一瞬间就打掉了 出完绿叉 下一件装备出个隐魔刀吧 对方魔法伤害是比较多的 在打架的时候贴墙Q 这一点很重要 收下兵 清兵他也好快 一个Q可以看到 清兵很快的 这跟队友抱团 打掉螃蟹 打掉螃蟹 上路这边纳尔 咱们轻轻冰吧 看一下能不能蹲一下这个纳尔 这纳尔后撤了 那咱们把冰吃掉 这边对方的纳尔又出来了 又带线 很嚣张 咱们把冰吃掉吧 这带线的话要稍微小心点 不要带太深了 带太深的话 比较容易给对方蹲了 咱们这边做个视野 对方很多人来抓了 队友发信号了 撤吧 好多人啊 撤吧 这边这眼圈 直接开大招过来好嚣张啊 不要打一套伤害 太嚣张了 咱们平A E 平A Q 直接带走眼圈 实在是太嚣张了 完全不能忍 回家继续出隐魔刀 对方这个四个人来抓我们 也被咱们一换一掉 队友的话也是杀了两个人 这一波还是很赚的 这打到现在 终于是咱们有一点优势了 人头的话是稍微占一点优势 阿姨塔也是有占几个优势 咱们也是拉了14个人头 还是挺开心的 这两个好大呀 这个大虫子加大纳尔 这两个身材好大呀 这有点难受啊 好队友的话也是及时赶到 发条这个大招拉得好 大虫子还差一点血被带走 不太好追呀 咱们这边拉红buff 加点是主Q-E的加点 主Q-E有大点大 回家呀 把这引魔刀做出来 身上这边是四件套在手 最后一件装备 咱们做防御装也可以 如果对方对我们的威胁 不是特别大 那咱们继续做输出 像这把的话 对方并不是特别有秒后排的人 所以咱们继续做输出 就不出防御装了 帮发条拿个狼 这边队友要开大龙吗 要开就开吧 打大龙还挺快的 我们这些人 开到大龙 惩戒掉 咱们这打大龙 非常的快 对方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打掉了 小龙 小龙这边马上刷了 炎雀 炎雀 炎雀这边开金山 装了比你还想走 一个大招直接轰死 纳尔的话 比较灵活 找不到去了 先把这下小龙拿了吧 暴击能打小龙一千多滴血了 非常的猛这个伤害 现在这个伤害不要太恐怖啊 看一下这大虫子 可以看到被我们追着打 打几下的话就完全没血了 直接被打死 这伤害太恐怖了 清兵 推塔 上来推塔 这纳尔 完全受不了我们的伤害 拔掉中路塔 这边进不去了 在这里稍微蹲一下看一下吧 纳梅下个岩 有没有能出来 有 这边好像被看到了 哎呦 这被推到墙上 赶快闪现 撤 你这岩雀又调皮了 看一下咱们平A两发 直接两发平A把这岩雀打死 在远距离 大招支援一下 一发大招 直接轰死维恩 不想带走纳尔 对方瞬间爆炸 直接干掉对方四个人 就剩一个大虫子了 刚才那个岩雀 被我们暴击打了一发 一千多滴血 直接就死掉 马上见底了这血 这边给你拼了 一发平A 换掉 这边队友也是要直接推塔了 一波搞定对方 喜欢超神解说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订阅关注下超神解说的视频空间 也可以订阅一下超神解说的微信公众号 就是拼你的超神 吃到超神神 那么有发最新的视频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了 也是推掉对方的基地塔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本场南枪的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